一人鸡排妹接连指控翁立友 尾牙公司老板还有主持人曾国成对他性骚扰 风波延烧话题不断 有网友就在PTT上发文讨论 鸡排妹去年因为大买了股王大力光赚了一笔 甚至一度被封为女股神 可是大力光的股价从去年7月至今一路下跌 所以这个网友就很好奇 鸡排妹现在股票操作的怎么样了 那马上就有不少网友热烈回应说 鸡排妹靠自己卖情趣用品 可能都能买几间房了 还有人说赚赔不是重点 光是吸引目光就达到效果了 冬村才经营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鸡排妹郑家纯 镜头前一向感言 鸡排妹郑家纯也曾接受专访 大售股票赚钱数 甚至被封为女股神 就有网友在PTT股板上发文 表示无意间看到鸡排妹开户几个月 就靠大力光赚近50万 很好奇现在她股票操作的如何 把这么多资金一次重压在一档 太可怕太危险了 你会睡不着觉 我觉得从3880涨到4300 不是太难的事情 而且有人生成就解锁 去年六月接受采访时 鸡排妹就曾分享 自己第一次操作 大力光就赚了10% 7月中旬又再度O-in 不过后来大力光 从7月的高点4475元 开始一路反转上下 最低跌到2770元 有网友认为她应该早就卖了 也有人认为应该赔满产的 不然不可能接10万元主持 但其实她去年11月曾在脸书大售 对账单满满的一整排持股清单 报酬率几乎都是正数 只有一档是负数小赔0.12% 更透露联电洋指都是大赚20%出厂 在买进卖出的价钱也非常控制自己 多少以下买就多少以下买 然后设定的目标价到 就是赶快卖出 你设定的目标价不卖掉 你永远都不会卖啊 鸡排妹的投资新法是不买暴涨股 只买股王除息前卖掉 不过买卖股票没有绝对 只要按着自己的步调 新手也会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半导体业在这波全球车用晶片 大缺货的效应下 成了美国绝对不能少的一块吗 台美半导体视讯座谈会 今天上午召开 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 双方共有超过百人参加 会中也不断强调 台湾跟美国互相依赖 必须要持续合作 今天在提到这样的一个 产业的议题的时候 那最常出现的一个字是 互相依赖 经济部长王美花用四个字 点出台美供应链关系 台美座谈会在五号上午 以视讯方式登场 经济部也祭出最高规格警戒 要求媒体必须距离会场150公尺 估计双方代表就超过百人参加 不仅是互补而且是互相依赖的关系 对营业秘密的保护呢 也造就台湾今天有这样的发展 甚至也提到说 甚至国际上可以来成立一个 营业秘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联盟 经济部率团超过30家的半导体业者 包含联电 维神电子 瑞浴还有台积电等等 特别是在会议中 台积电也报告赴美设厂状况 美方是它的非常重要的来源 那我们台积电做好的产品 也很多是卖给美国的 这个晶片设计商 包括高通啦 NVIDIA啦 虽然座谈主轴是供应链 但美方也针对台湾 愿意提供车用晶片表达谢意 都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台湾的 这个车用晶片的一个供应 那因此在这方面 当然是特别受到美国的关注 他不希望可能就是说 有特定的这个国家呢 运用这个国家队的这样子一个方式呢 来企图垄断 讲就是说以前的中国大陆 双方分工形成互补 美方除了建议能够互相交流人才外 也希望台美签署FTA 并一起加入CPTPP 台湾新创产品也有望能够减少 关税壁垒 未来也不排除会选择5G电动车等 重点产业举办下一个台美座谈会 就盼能够让双方深化合作关系 东森财经新闻 薛亚主许建佑 黄福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全球的太空竞赛热潮在起 各国都纷纷展开了新的火星探索计划 美国的科技公司就提出了一项 由新技术打造的引擎 透过核动力的推进 大幅缩短了航行时间 预估人类从地球到火星的飞行时间 未来只需要花三个月 红红巨响声中火箭缓缓发射升空 世界各国不断寻找让人类飞往火星的方法 但是以现今火箭的载人技术 往返火星和地球至少得花九个月 不过现在美国超安全核技术公司 终于再提出一个完美方案 只要等三个月就能抵达火星 所谓的核热推进引擎技术 使用了高纯度浓缩又元素 来作为核动力燃料 整个引擎的推进力 是以往火箭引擎的两倍 航行时间大幅缩短 也能确保太空人的身体健康 这一项核能推动引擎设计 已经被NASA采用 一旦顺利实现 不仅能提升探索宇宙的效率 人类的太空旅行也不再只是梦想 德文社会中心组合报道 泰国有一位渔民 他在海边意外捡到了一颗橘色的珍珠 这一颗珍珠相当的罕见 全世界加起来可能不到300颗 最后是由一名中国大陆的富商 开价新台币955万元买下来 泰国一名37岁的渔民 近日在海边捡贝壳 却意外发现一枚海螺壳中罕见的橘色珍珠 而且消息传开 已经有买家开价了25万英镑 折合台币大约955万想要买这颗珍珠 根据国外的媒体报道 这位渔民家境不好 先前和家人前往海边捡十贝壳 他们无意间发现一个被冲上岸的废弃浮标 而上面附有许多贝类 当中有三个海螺 他与弟弟原本想要利用捡来的贝壳来装饰房子 然而父亲在家打开其中一个海螺 竟然发现一颗比硬币还要大的橘色珍珠 重达7.68克 而根据了解这种罕见的美乐珠 全世界加起来大约只有300颗左右 而且是无法利用人工养殖生产的 几天下来有许多富豪开价想要买下这颗珍珠 最后由一名中国富商开价 25万元英镑买的珍珠 传统的营造业者使用出来的水泥 都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 为了要节能减碳 国外就发明出了一套创新的科技 竟然是可以把二氧化碳 永久的锁在水泥里面 另外还有建商发明出 用蘑菇做成的氯化建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